风水玄学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甚至说是无处不在 无论吃饭、睡觉、旅游、建筑、读书工作 都会有玄学的影子 今天和我们讲一下风水玄学的玄学家就是 师傅 师傅 我想问一下 八字是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性格 以及他本身今世可以做些什么 或者做些什么会好 但是如果 八字叫我去做那样东西 并不是我内心想做那样东西 我看八字其实是否只是单纯地顺应天命呢 好 问得这个问题 都挺哲学性的 而且是非常多人问这个问题 好了 我就跟大家讲一讲 其实这个世界上 不是真的有那么多人 一直都很知道自己真是想做什么的 譬如可能我自己小时候 七岁的时候 我想做 开飞机 因为 就是 可能你看到这个 冲上云霄 看到 做机师可以有很多女的 你可能因为这样 所以想做开飞机 好了 好了 到大一点之后 别离开 你可能见到有些朋友做生意 就赚很多钱 你可能突然说 不是 我想做生意 是吧 然后见到叶敏 然后你又见到你又想 不如我教拳 其实很多人 你之所以想做某一样东西 不多不少有机会 其实是受当时的社会环境的气氛 去影响令到你想做那样东西 几样东西未必是真心是由你心里做出发你想做那样东西 譬如 好像现在 我们见到有很多人移民 有几十万人移民 那你问下每一个移民的人 是不是他们真是二十几三十岁的时候 已经立定志向五十岁就要移民呢 我相信你问十个 都有九个答你不是的 是因为现在这几年的气氛不好 是吧 觉得香港不开心 所以他才移民 同不同意呀 各位 难道你真是 移民这几十万人 个个都二十几三十岁已经立定志向四五十岁就要移民 那绝对无可能 对不对 好了 即是说呢 其实刚才陈先生所讲 你心里面所想的那样东西 都未必是你真是很想做那样东西来的 只是你自欺欺人而已 自己蒙蔽了自己的眼 而那个八字是很客观的 八字很客观地他告诉你 其实你最适合的方向是应该要走哪条路 当然啦你要早点来批 即是你二十几岁 很好 找一些你信得过的师傅去 去解答你这个问题 为什麽呢 因为人之初就性本堕 是吧 当你都五十岁了 就算我现在告诉你 你应该要做哪个行业 那你怎样转行呢 你五十岁对不对 你都没有那样的能力精神 就由头读书呀 诸如此类啦 所以如果你真是想踢到自己人生方向 是应该二十几岁又要去批命 去找一个很有社会经验人生的师傅 去帮你批这件事情 去答你 好了 如果那个命格里面反映这个性格的人 是比较不容易有这个主观意识的人呢 他就会更加容易被社会环境影响 打个比喻 譬如在八字里面 日主的根不够强的 他就很容易脱波逐流 紫微斗素的命工是凶亡的人 或者有地凶地劫的人 又是很容易会脱波逐流的情况 受人影响 即是空工的位置 紫微斗素命工是空工的位置 很容易会受人影响 这些都是有时他所做的事 未必是真的他想做的事 他只不可能受当时的社会气候影响 就是这样 好了 反过来说我自己为例 难道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立志将来要做一个原学家吗 基本上从未都没想过 是吧 你明白吗 我没想过做原学家的 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算我学原学那段时间 我都没想过要做一个原学家的 是那个魂慢慢走向 我觉得自己可以做到 我觉得自己是可以 透过我的知识是可以帮到人 我才走的方向而已 而不是我真的从小到大立志向 我就要做原学家 傻的怎么会想到做这些东西 道理是一模一样 好了 所以 我们批一个霸字里面来说 其实是很重视先批出你的性格能力的方向 譬如你这个能力里面你跟音乐有缘分的 譬如你这个霸字的金很旺 秋天出世 不多不少你跟音乐有些天分 或者你跟画画有些天分的 会有的 譬如你这个霸字里面财很旺的 财格很旺的 可能你本身是计数很厉害 喜欢数据玩数据分析 喜欢做生意这样的情况 你这个霸字里面偏印很旺的 喜欢做设计 做design的情况 这些有个基本的能力取向 那由那师傅告诉你 你的基本的能力出在哪里 那师傅不是批死你一定要做什么行业 你要记住 同一个霸字的淫 是不会做同一个行业的 大佬 对不对 所以那师傅的目的 其实它是给你一个显示 你这种的命格来说 有这种的走向 那你就要举一反三 配合现在八运九运这些时势里面来说 我有这样的性格能力 两者结合 我可以有什么资源 可以做到什么呢 很重要的 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你的性格能力特质 是由八迹里面批出来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在我们今时今日在世 除非你是负二代 负三代 如果不是 你的命运是怎么走出来的呢 由你的性格能力先走 性格能力决定你的行为 行为变成你的习惯 这个习惯变成你的命运 比如假设之间 你是一个性格很暴躁的人 双官见官洋印架杀 很暴躁 这个就是你的性格能力了 很冲动的 这个很冲动的性格能力就变成你的行为了 动一点就讲粗口了 动一点就骂人了 OK好了 这个容易骂人这个行为 慢久而久之你不去过一线 就变成你的习惯了 是吧 最后不用说了 随时监都会有你坐 这个你的命运 就有什么情况 所以不是八字写出来说 这个八字叫做坐牢命 不是 是这个八字反映到你有这样的性格能力 慢慢演变成你有机会坐牢 那就是说中间是有人的因素的在内 是可以扭转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所讲呢 我们经常所讲一件事就是 天使、地利、人和 再去换一些神座 譬如有些奇门遁甲的师傅上过来这个节目讲 都会讲奇门遁甲是由什么组成 天使、地利、人和、神座 这一件事去组合一个人生宏观的四维度的方向 天使是什么 天使很简单 天使就是你的八字里面行运走势 令到你有没有运行 这个就是天使 地利是什么 当时的社会气氛 社会环境 你八十年代做金融和今天做金融 这个世界不一样了 这个就是地利 人和是什么 自己的行为习惯 这个就是人和 这个就是人和 说给你听你的性格很容易冲动 不要经常骂人就小人老母 大佬 拜托 对不对 不要什么都骂了先 不要什么都怨天由人 想想自己有什么不足 这个就是人和 你的行为习惯 最后有些宗教的力量 有些人有宗教的力量 福报的力量 有没有神助 你做得善事多 做得好事多 传好心讲好说话 你便容易有福报 福报 形成有没有神助 这件事 这件事才是一个真实的人生 你的八字里面 不是完全反映一个人的所有的细节事情 因为八字是一种宏观的起伏方向 你还有天时地利 人和神助 这件事是可以慢慢做的 平时我没有运行 做多些善事先 做多些福报的事 说好说话 传好心 赞美多些 不要经常骂 行为方面来说 保持一个积极的正能量 秘利 有时你无得选的 我无能力 去其他地方生活 现在这个地方里面无运行 在这个地方里面想再想 再想再想 然后等你自己的八字有运行 天时 我一样都可以在这个年代里面发光发热 你未必有八九十年代的人 那么幸福 但是我都可以发光发热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 整个人生的实相 那个人生 就是这样 谢谢师傅